今天我做了手抓饼,外酥里软,有喜欢吃的吗?一起来试做吧! 250克面粉,2克盐,150克温热水,搅拌成面絮 揉成光滑面团,不用饧面,分成三个面剂 表面刷油锁住水分,盖上保鲜袋,饧面一个小时 面剂擀成长方形大面片,表面刷上细油酥 细油酥的比例我打在屏幕上面了 提起一端像折扇子一样给它折起来 然后按压,排气,撑住两头,撑一撑 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,小尾巴藏在底部 做成一个面剂,松弛10分钟,再擀成圆饼 电饼中预热刷油,放入饼皮,表面刷油 烙至一面变色,翻烙另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酥脆,起层次 我们趁热,再给它打一下,打出层次,更好看 手抓饼就做好了,自己在家做没有任何添加剂 喜欢的给个双金加关注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